我咱们讲了一怕 还没讲我真正要讲的事 萝卜 我就说这个好人 我们大陆人也有好的 都是好的 我们大陆人你看 在好人最后我就说最后怎么样呢 河南农民这么淳朴的农民 名叫韩红冈 我给你看看他的照片 咱们导演出一下 韩红冈是种萝卜的 哪一个 右上角 右上角 你看看着 你看汉后的人长得都这样 这是韩红冈 60亩的萝卜 今年大丰收 可是呢 现在这个萝卜卖多少钱呢 一斤才几分钱 四五分钱 这赚不了什么钱 反正也是亏了 人家跟家里人合计合计 就决定这么着吧 咱们60亩地的萝卜 给市民们发个信息 免费来享用 免费让市民们来享用 结果这个好事 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韩红冈说 第一天来了大概有几千人 这几千人把萝卜吃完了 问题是其他的蔬菜就糟了 秧了 你知道吗 第二天也来了几千人 第三天 那个车停的已经是污旺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郊区农村那种地方 这个车已经停的是旺不到边了 然后事实上这一场浩劫 造成什么 这个萝卜自然都没了 是吧 但是辣椒 菠菜 香菜 这个地 一片狼藉 红薯损失了三四万斤 我说怎么那么能吃 红薯三四万斤 还有辣椒抢走至少两百多捆 菠菜被三分之一 已经不见了 他们家被洗劫了 可能不光是他们家 整个有不光是别人家的 大概这家伙一拥而上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有点奇怪 这些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你想 那去的是城里人吗 城里人 开了车去 对 那你说这什么成本呢 你假如说你在城里住 你为了免费的一点萝卜 你开出去 这等于是一个浇油项目了 对不对 你要从经济来核算 这个油费都不止 但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情 绝对可以趋值于 就是赢过我们再算后面这些成本 你觉得是一个女孩子 没错 她们女人最了解 对 那你选说最后一天 什么降价 什么三百块 那你就没有想说 你要花一天的时间请假 你要去排周年庆 你要花时间成本 两个小三个小时 只为三百块 你还要花三百块 如果你不去花这些 你连三百块都别花 但他没想这些 就觉得便宜 而且就觉得免费 就不要钱 光想这个 你不会想那些时间成本 体力成本 或者甚至油钱成本 他会把它当做一个浇油 我估计那几千人去 就等于是也是玩 等于是大家 那个地方有免费的不安 然后跑到那里 就什么水果 而且那些比较新鲜 又没有污染 对不对 没有经过处理 他们等等 而且他们说 这个就是看出一个 有研究群众心理的 这咱们又可以研究一下 叫广场效应 就是说呢 就是要是一群人凑一块 这都是个危险的事 为什么呢 群体凑一块的时候 平均每个人的道德水准 会比他一个人的时候降低 真的吗 因为他有一种免罪的经历 因为反不责众 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 我们以前只要是SNG在的时候 民众就会 什么叫SNG 台湾不是很容易 现在做连线吗 然后我们有一台车子 然后就有个卫星 然后只要有记者在那 通常大家就觉得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 只是去吃个饭 因为车子嘛 就停了 然后我们就大家去吃饭 出来 哇 我们整个车外面被围的 这样 然后每人在想说 这边发生什么事 但也没有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只要在那边看 然后全部的人就会围观 你讲的那个是 大家做看客围观 太热闹 就是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们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有时候就只是 我们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就往某个方向看 就真的会有人来 然后就说 这边发生什么事 这边发生什么事 然后慢慢慢慢 然后人一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街坊 因为我们有时候找 结果 结果你们反而可以到这个 没可能 因为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人 做街坊 然后就在路上乱话 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有截稿压力 所以我们摄影师 常会用这一招说 我们就在这边 你就一直往一个方向看 会有人来跟我们讲 所以我跟你讲 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 我就发现 说什么人民群众的眼睛 是血亮的 我跟你说 谁说这句话 谁就是在忽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什么时候 眼睛是血亮的 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瞎不忽眼的 你知道吗 他凑到一起 这个人 真是就可以比平常 你为什么人家说 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是显得那么样的重要 尤其在今日之中国 对吧 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凑到一起 甚至你想见网络上的这种情况 一群人 他都可以骂一个什么事 其实他过脑子 他不需要过脑子 对他可能就跟大小便一样 简单 他是个痛快 从众心理 也是个从众心理 所以精明的政治家 他就设计了一些场合 让民众去安全的宣泄 他的从众心理 比方说大型的演唱会 比方说美国每个星期天的橄榄球比赛 那其实好无聊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可是他可以把整个城市的市民 这一天 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 这是最容易发生暴乱 群体事件的时候 他把大家都弄到那个体育场上去 释放 释放 你去看演唱会 你不管上面是什么人在唱 下面的人都会昏过去还会 把那个眼泪唱 为什么 因为本来你还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你本来听一个人 你本来也就这样 你们去看演唱会都是这样 然后旁边的人都啊 噗噗噗噗噗噗 你也来开始噗噗噗噗噗噗 其实都是为自己 每个人其实都是为自己 荷尔蒙 荷尔蒙内褒必发泄 说什么刘德华周杰伦这些人 也是为安定团结做了贡献 我那天正好在机场出来 你去洗手间 其实洗手间一出来就被堵住了 我想怎么回事啊 过来一看 哦 刘德华 刘德华最近怀孕了是吗 刘德华 不是 她老婆怀孕 她怎么怀孕 她让人怀孕了 刘德华 这事你记得什么办法 没有 就她老婆怀孕了 是吗 人家51岁 有孩子了 对吧 没别的什么事吗 没别的什么意思 人家得了金马奖男主角 对双喜临门 是怎么还的呢 怎么还的 这我 你看你不知道吧 广告的事我说给你听